SEA5法案在加州华人社会引起了恒大的争论 究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法案 它的争议点又是什么 资深律师邓宏有详细的解答 美国宪法是保障小数族裔的权利的 在60年代以前那边 很多非洲一女性是不能投票的 在1964年美国政府推动了一个民权法案 就是规定政府在拼请员工 政府合同的这过程之中 应该是考虑优先考虑小数民族 当然我们说华人也从社会 这系列的话 在平权法案通过推动的二三十年里面的话 很多小数族裔出人投地了 有这个机会的 当然的话也引起了很多这方面的关心 因为毕竟的话 很多小数族裔已经是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说不需要平权法案的保护 而自己可以显示自制能力 能够出人投地的 所以在1996年 加州有个提案叫209 209的提案的话 在基本上的话 在三方面禁止政府的话 考虑主义的因素 在教育方面 政府的公共教育方面 招生的时候不能够考虑主义的背景 在政府合同的时候 招标的时候不能够考虑 优先考虑小数主义 在第三方面的话 就是政府的拼请人的时候 不应该考虑主义和性别这方面 就是大家的平等的 1996年 209法案通过之后 优先系统不能够考虑主义 性别的情况之下里面的话 我们Asian的population 就靠成绩 靠merit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说靠成绩 以后的话 比例的话 超过30% 相对的说 拉丁伊的 因为他们的入学率 学校不能够保留名额给他了 以后他就慢慢的 升学率的话 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高了 在目前的政治形式看起来里面的话 拉丁伊 他们人选票比较多 人比较多 如果是SCA5 取消掉 取消了这个209的这个提案 以后要求的话 政府在招生 他其他的部分招标 还有招人的方面的话 他并没有说 那个要恢复 因为一单只这个开了之后 那将来的话 有可能从教育 扩展到 招人 招标 从加州 的公立学校 扩充到私立学校 从加州 扩充到 New Mexico 最后的话 全美国 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呼吁华安社区的话 打电话给 Ed Hernandez办公室 要求他撤回来 只要他能够撤回来了 以后知道 华安社区的反弹 其他的市议员 将来在提这个SCA5 这些类似的提案的时候 他知道 华安社区是绝对 不容忍这样子的 开历史倒车的法案的 感谢观看